如何让消费者能够购买到品质有保证的这个纯金的商品 新北市金发局特别举办了一项诚实标示的计划 然而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为这些业者带来两亿元的商机 为提升诚实标示金市商品的市场占有率 并保障民众购买的权益 新北市政府金发局举办新北传厂创新 新北市经营珠宝商业媒合采购会 现场邀请全国舍家贩售诚实标示的金市厂商 预计创造两亿元的商机 我想新北市政府来协助我们金营珠宝业者推诚实标示 应该是全国第一个 同时今天也有很多我们全国各地的产业工会跟产业代表 都集聚在新北看我们怎么去推金营珠宝的诚实标示 新北市推动这项计划 金营珠宝厂业要创新就要从诚实标示开始 市府在今年母亲节前夕和新北市金营珠宝商业同业工会一起推动 金营珠宝诚实标示 截至目前为止市场占有力约两成五左右 现在黄金是我们推广这个城市标示 我们已经推广差不多12年了 现在黄金在我们云楼买买到我们这个三角楼很安心的 我们前国公会把关三角楼现在已经推广到走到轨道了 所以消费者要买黄金的时候安心给他买没有关系 那么现场有这个12家的这个优良厂商 他们所提供的这些产品呢 那么他们不管是城市市样各方面的话都合护国际标准 那么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呢 我们工会能够承担一切这个责任 金发局强调 新北市的这项计划可协助民生服务业的品质提升 今年度协助工会推广城市标示 希望消费者到新北市的银楼业者购买金是商品都能够安心的选购 带给消费者更好的交易品质还有商业的环境 永家乐新闻新北市采访报导